直日胚胎前我們現在習慣五天用夫子納 那因為是看到 你看我們的英哥的郭小姐 她是用夫子納跑出軟炮 然後做Modified Nature 就是調整性的改良性的自然周期 那夫子納在直日胚胎前 五天用十顆的夫子納 早晚隔一顆五天 一來她可以拉降低動情激素 動情激素在300到500 懷疑率是最高 那小於300 超過500 就似乎300到500 那昨天有一個病人 採用了八天的動情激素 E2就高雄那個程小姐 她先說 我太太E2700多會不會太高 因為她會跑出紅字 那我們FET的病人 常常跑出紅字覺得不正常 因為那個紅字是你自然情況下 那排卵值200嘛 那你吃的醫師的一定是500、600 乃至12000一定是紅字的 那因為我們以前的經驗 12000照樣排音 所以對於E2就沒有說很強烈 但是我們知道 你E2高就會主攻內膜會增生 使用負子鈍 在前面指日培太前五天 他可以減少 E2跟我們 之前做視管音樂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個E2比P的值 那這個吃的負子鈍 因為E2下降會減少1P值 那所以在顯為經驗 在超恩波下面會看到 子宮內膜本來漿後會有點 有一點像胚胎的第四天 就是会有致密化 那更不打紧 吃了负乳纳它可以 在子宫内膜分泌一种 intergreen 整合素 这个是对胚胎作长很重要的一个分子 所以我们现在在植物胚胎 前六天都会用负乳纳 那负乳纳好像目前为止 有人说吃得不舒服吗 没有嘛 没有五天 所以因为在那个研究里面 它是对照两个的研究 有用负乳纳这一支的 临床发生率是80 没有用的话是50几 将近60 那继续发生率 有用负乳纳这一支的话是76 没有用负乳纳那一支是53 就是碾压了百分之二十几的 发生率跟活产率 所以因为这样时刻才600块 但是可以增加到20的怀孕率 虽然那个研究是51个对53个 样本是50几个 但是我觉得 凡是可以让我们病人赶快怀孕 收短它TTP就是 张妈妈的时间就是好事情 所以我们纳入 那这个我也在跟中国药学院张主任谈 他说他要去问中国药学院 我说可以一起来做个研究 他说他要问中国药学院 因为在医学中心里做这个 也不像私人诊所 就是我们觉得对病人有帮助 就会intervention进去 在医学中心他们都要申请IRB的 那他还在申请当中 目前是我们用这个傅子纳是为了帮助病人 那有的是用在前面 有的用在后面 所以至少在我们的经验 自然做起 傅子纳是被认可的 所以傅子纳本身 它还有很多分子的作用 在胚胎做成增加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足够胚胎会用傅子纳 增加20%的怀孕率 那像昨天高雄来的 前天高雄来的那个病人就说 他就在问说 这样子我太太需要用你在网路上讲的 增加怀孕的那个10颗药 因为我那个题目就要写10颗药 就可以增加20%的怀孕率 它显然 可是因为它是D3的胚胎 它是两颗4A 所以它等于是还没有用黄体素之前 就用黄体素 那它现在意图都700多 那高雄撑消遣